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的课程 我们有一个同学在制作PUT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图表 做了一个柱形图 用于显示一段时间里的数据变化 或者呢 显示各项之间的比较情况 这个图呢 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位同学呢 觉得这个图啊 太普通了 没什么创意 他想做的不一样 于是他提问 怎么制作有创意的柱形图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柱形图啊 它一般由坐标轴 图形区 还有一些图例说明组成 我们一眼看上去 这个图形区呢 最明显 所以呢 想做创意 我们就从这里下手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人员比例图 但是呢 在显示人员的时候呢 用的是这一个又一个的柱子 所以显得很单调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小人 既符合主题呢 又能让这个柱形图呢 增加新意 好的 我们就这么做 打开PVT 这是我们之前插入的一个柱形图 按照我们刚刚的思路啊 我们把这些柱子替换成为旁边的人形图标 操作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选择这个人形图标 按住键盘 Ctrl C 没错 就是复制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呢 点击这些柱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Ctrl V1粘贴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图标呢 已经粘贴过来了 但是呢 问题是这个图标已经被拉伸了 很不好看 我们继续 在填充命令处呢 我们选择层叠 好的 问题解决 这样就把柱形图呢 一个一个的柱子变成了人 当然 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仅可以做柱形图 比如调形图也是可以 这样的人形的表 我们已经做过了 我们可以继续替换 比如这种手机表 绿茶表 咖啡表 心机表 等等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制作完成 使用的方法呢 都是复制粘贴 非常简单 好的 恭喜你又掌握了一个新的技巧 这里是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的课程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